都希望我們陸委會跟對岸有實質的溝通協調 能夠有實質的作為 但是實際上我們的陸委會都沒有 兩岸只有他們來侵犯我們 我們從來沒有去侵犯過他們 可是陸委會只會要求或請我們的藝人 要小心這個小心那個 然後告訴我們的漁民警告這個警告那個 所以大陸委員會變成大陸警告委員會 大陸宣誓委員會 大陸意識形態委員會沒有實質作為 我們看到陸委會跟海基會這樣子的沒有功能 所以我們覺得要嘛裁測廢除 要嘛組織整病 立法委員質詢當然是我們的天職 但是如果立法委員的談話都只有謾罵 或者是只有丟問題丟了就跑 我看以後沒人要做中華民國的歌玩了